熱騰騰的美食 絡意不絕的排隊人潮 這裡就是高雄古山的 老字號店鋪 從民國45年開業至今 已經將近70年 不斷在當地飄香 今年由古山區長帶路 品嘗這家在地好味道 這已經九十五六十年的歷史了 它的滴味湯口非常的道地 它是用一些豬股去烤這個湯 這個湯頭是非常好 所以說起來 來這裡非常便宜 同版價而已 我們老闆也是非常 用料也很實在 他們因為生意好 這個用料他就炒帥 也歡迎大家來郭山 來郭山去 它的料理適合我的口味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麵包 好吃 我來好多年了 就是好吃 有特色 古早味好吃 在這裡土生土長的梨長表示 這間老字號的美食 不僅修個大碗 用料實在 背後更有深厚的歷史脈絡 與古山有相當深的連結 這間店應該是七十年有 從頂兩代就做到現在 這間的特色就是 第一 東西好吃 然後來又介紹公道 他從早上 原油是在我們的工油市場 所以這間原油是在 蔡雞亞那邊都搬來這裡 生理 對 生理都沒有實 應該差不多七十年有 他這裡有一個歷史 因為以前以前 這是台紐 台灣水泥公司 就是要跟一間人做工作 做工作的時候 對不對 他們吃飯 都要吃粗飽的 所以以前生意的時候 我們可以是工人 在用餐的時候都聚集在這裡 老闆他也是很興奮 可以說所有的這裡的東西 更大碗 更燙 更快 可以符合到台紐 所有的這裡的工程 古山人的感情都在這裡 對不對 包括以前的這些老員工 包括他的眷屬 小孩的時候也是吃 這個醬的湯吃得大了 這間店 從早上六點就開始營業 客人始終若績不決 人潮的秘密 或許就藏在店家的大方用料 以及用真感情烹調的那股熱情 下次來高雄旅遊 不知道要吃什麼嗎 不妨來古山走走吧 記得祝今晚祝父親高雄報導